多年前某次活动开幕式 红宁宝带着妻子高丽红走完红毯 红毯旁边呼天抢地的 红宁宝大哥的声音吸引了他 红宁宝和妻子凑了过去 狗仔八卦地问 作为范冰冰的干爹 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男朋友啊 谁是我干爹 那个范冰冰 范冰冰是你干爹 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男朋友 你有没有见过他男朋友啊 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的爷爷啊 你怎么没有见过啊 范冰冰的干爷爷你见过了吗 一顿绕圈记者懵逼 红宁宝愤而离场 但包养二字早就跟随着红宁宝的一生 新晋大哥吴京曾在节目上 对红宁宝大哥的武术大为赞叹 哎呦他的手快得很啊 尤其是屎棍 快得一般人根本接不到 指哪打哪 吴京的感叹并非空穴来风 红宁宝为此还有个外号 香港影坛最灵活的胖子 体重超过230磅 赤城香港影坛50余年 红宁宝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 1952年 红宁宝出生在一个香港武打电影世家 祖父红继是民国老上海滩 著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 指导过不少武打片 祖母前四英 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代打女 八岁便拜师学武 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演的动作片 更是轰动了上海滩 祖辈的经历注定了 红家对学艺的信任 当时中国戏剧学院的余湛元师傅 以严厉著称 因为顽劣好胜 红宁宝九岁时被送到余师傅那里学艺 学校里 红金宝首先要学的是尊师重道 这条准则倒帮了他很多 因为他是大师兄 在武行 师父不在时 大师兄最大 喊一声停 师弟师妹们保持那个姿势一个小时 因为太横 红金宝获得了楚霸王的称号 小师弟成龙为了求生存 整天琢磨着拍红金宝的马屁 由于电影世家的背景 红金宝很早就以童星身份课传电影 九岁时 红金宝就在电影《爱的教育》中饰演丢了书包 而泪流满面的小学生 估计也因为和小师弟成龙关系太好 拍完《爱的教育》后 红金宝和成龙去粤语武侠 大小红天霸剧组 与女主角李丽华 先后演了多场对手戏 多年后 成龙回忆 大师兄红金宝几乎就是第一个带他去片场的人 除了和师弟们的男男之事 武行美女如云 红金宝一个都没有动心 日后的红金宝也埋怨自己当初太蠢太天真 那么多女孩在我手里 随便亮出大师兄的身份 很多事就会很方便 因为那时候都单纯的入骨 没能受到五光十色那些东西的影响 红金宝坦言 即使要受影响 一定也是进入电影圈做了很多年之后 做武行 毕业及失业 师弟元彪元华 成龙还在迷敦道 从街头走到街尾 再从街尾折到街头 看地上有没有钱可以捡 那时候还真能走狗屎运 但大师兄红金宝早已借着自己的资源 14岁就以大人的身份开始昏偏长了 当时的红金宝很少主动认识女朋友 因为不需要 年轻时他有两个女朋友 都是对方主动 但红金宝把人生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 1966年 胡金泉导演的《鲁名作大罪侠》中 红金宝参与担任武术指导 1971年 他开始在夺命双剑当武术指导 后来因为电影《龙争虎斗》的拍摄 红金宝有幸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李小龙 李小龙当时从国外回香港 红金宝见到李小龙很兴奋 欣赏着对李小龙说 你的武功很厉害哦 可能红金宝的语气不对 李小龙听着也觉得不对劲 像是在挑衅 李小龙于是说 是啊 你想怎么样 想不想逗一下 怎么说呢 说不是的话 大师兄红金宝觉得自己又很没面子 于是硬着头皮说了句 好啊 比换好姿势 红金宝腿只踢到一半 李小龙的腿 他已经打到了红金宝脸上 电影中 红金宝更是和李小龙有对手戏 可惜戏拍完没多久 李小龙就逝世了 李小龙死后 纯粹的功夫片《江河日夏》 红金宝开始转型 1977年 他开始在自己导演的 《三德和尚》与《姚米六》中当主角 就在这一年 红金宝娶了一个韩国老婆曹恩玉 对方一米七八的高个子比他还高六公分 结婚第二年也来了好事 通过电影《赞先生》和赵前华 红家班成员出具雏形 在《十天》 《卖家》和《梁家人》的协助之下 红金宝在《家河》的根基更稳了 表演风格也日渐成熟 1980年 恐怖片《鬼打鬼》上映 红金宝在其中饰演 被老婆律 又被毛山道士迫害的车夫张大胆 英书当时只是在里面饰演个捕块头的配角 这部片子香港票房超高 开了香港灵患动作片的鲜河 更是掀起了此后的僵尸热 可以说没有他 就没有日后 黄指桃福的林郑英了 红金宝的江湖地位水涨船高 80年代初 红金宝和师弟成龙元彪 组成了功夫铁三角 名震相将 整个八九十年代 红金宝和成龙 以搭档的身份出现在多部电影中 红金宝和成龙这对师兄弟的关系 也从小好到大 成龙是小师弟 红金宝是大师兄 红金宝因此经常虐待成龙 一见面就骂 什么都骂 对不对都骂 红金宝在采访中笑称 可能我这样骂他 他会舒服点吧 我们是从小 大家这种关系 你想想让我跟他两个 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真的两个男的 大家手拉手上 同一个酒店 虽然不住同一个房间 可是我们同一个 一刚的洗澡 他帮我搓背 碰完背洗完澡 他跟我吹头 我的鞋子张大 他拿过去 他跟我刷手 我们的关系是 可以到这样 1984年 19岁的混血美女高丽红 获得了港姐冠军 借着港姐的优势 踏入演艺圈 成为必然 高丽红热爱艺术 读中学时 他就经常参加 学校的话剧远出 拍完了 袁振霞 与魏斯里后 高丽红看到动作片的前景 便有了习武之心 由于投靠 红加班 做全能语打星 高丽红的执着 最终打动了 红金宝 此后 红金宝为自己和女徒弟 精心设计了一部动作片 东方秃鹰 这也是 高丽红职业生涯中 最出色的电影之一 高丽红因此 获得了金像奖 最佳女配提名 高丽红和红金宝 慢慢产生了感情 另一边 红金宝的妻子 曹恩玉 无疑受到了冷落 但实际上 红金宝和妻子的结合 并不是出于真爱 一次红金宝 去韩国拍电影 一国他乡 人生地不熟的他 偶遇了曹恩玉 对方漂亮得体 红金宝对他有好感 但当曹恩玉 陪红金宝去酒店办手续 酒店工作人员 却不让他住进去 红金宝跟酒店人员理论 对方说 只要曹恩玉 证明身份才可以进去 红金宝气得说 曹恩玉就是他太太 第二天 就去领事馆 跟他办了结婚手续 这种闪婚 红金宝也算是够前卫的 但婚后 他们几乎日夜吵架 红金宝还经常跑去泡妞 他嘴唇上的伤疤 就是他花心的证据 武士们经常会去跳舞喝酒 晚晚持归 有一次在夜董会 红金宝为了争夺一个女孩 和别人大打出手 混战中 女孩的男朋友拿着碎瓶子 让他永远破了像 作为回报 红金宝把那个男人 打得失去了知觉 还让他的两个同伴 在水槽里血流不止 在外为别的女孩大打出手 发起曹恩玉 却低调在家带孩子 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显为人知的是 在曹恩玉14年婚姻中 他很少露面 只有一次被记者看到 与沈殿霞上过街 另一边 红金宝却和女徒高丽红 互相越看越顺眼 高丽红还是 红金宝第一个主动追的女孩 拍马屁 调咖啡 做奶茶 讲点笑话 不会对其他女人做的 红金宝对高丽红做了 虽然当时 红家班都对红金宝的婚外恋不满 但1991年 红金宝仍抛弃原配妻子 娶了自己的女徒弟高丽红 和范冰冰的瓜 有段时间 范冰冰频繁出没于 高大定级 却没作品 娱乐圈纪检委 王思聪看不下去了 对范冰冰是坦青 活起来靠绯闻水军 话题和炒作 随后范冰冰回应 你找你的爸 我干我的活 王思聪则在底下微博评论 嗯 干你的金宝 学心加印 其中这个金宝就指的红金宝 范冰冰并不是第一次 和红金宝有绯闻 早在200年 范冰冰就突然爆出了 多了个弟弟范成正 而成为娱乐焦点 因为范冰冰是1981年出生 弟弟比自己小了19岁 毒蛇港媒就猜测 弟弟其实是范冰冰 和红金宝的四生子 在人们看来 这并不是不可能 1998年 范冰冰在《还珠格格》中 饰演金锁 为大众所知 但之后就没有被穷摇重用了 拍完冯小刚手机之后 范冰冰在酒局上 认识了红金宝 并开始尝试到香港找出入 那些日子 红金宝经常在范冰冰参加酒会 还给范冰冰拉了很多资源 特警飞龙 河东诗后 晴天大圣 莫公 等多部港片中 范冰冰都有露脸 有消息爆出 红金宝和范冰冰 曾一同出入北京和上海的高级公寓 并且两人还同居 红金宝还表示过 自己的确送过范冰冰一座7000万的豪宅 但自己没有去过 关系越描越黑 娱乐圈虽然有绯闻 但高丽红却对丈夫红金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绝对信任 我老婆这一点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老婆只相信我 有还是没有 真还是假 鲁玉有次在节目上问红金宝 如果真的是的话 你会承认吗 我一定不承认 晚年的红金宝越长越胖 越长越凶 还不止一次爆出包养的绯闻 最近一次 红金宝的绯闻对象 是21岁的北影女生 王沁怡 港媒拍的二人在横店 共同出入酒店四天三夜 红金宝对她照顾有加 王沁怡发微博回应此事 但言语模棱两可 并没有直接否认 红金宝妻子高丽红 也一如既往的信任红金宝 表示不会相信丈夫会包二奶 因此即使有婚外情的绯闻 红金宝依然能正常和妻子逛街买菜 年龄大了腿又受过伤 红金宝现在很少接电影了 灵活的胖子也抵不了衰老 而他曾提携过的范冰冰 尽管在阴阳合同的事件中名誉受损 却丝毫没妨碍他开展新闻的活动 越来越多的00后都不知道 这个灵活的胖子曾经是叱咤风云 香港影视圈的大佬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的包养的新闻 俗话说得好 男人是最专一的动物 他们永远只喜欢18岁的女孩子 这一句不知道红金宝是否也认可